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没错 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掌握师生 会引起很大的误会啊 是吗 比如 家喻 我们这个星期六几点去劫机 要叫其他同学一起去劫吗 劫机 你想做大贼吗 不 其实我想说的是 劫机 哦 原来声调对于我们准确表达语义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声调 啊 我也想到另一个例子 上次机同学告诉我 他舅舅刚从山洞来了香港 所以要替他接风 哈哈 他舅舅是一个影视吗 我也以为是 后来问清楚是山洞 不是山洞 令我们笑个半死 昨天老师上课时也闹了个笑话 是什么 老师说黄同学是我们班最爱的 黄同学各自小小的 受同学欢迎 没什么问题啊 啊 我知道了 老师是想说黄同学是全班最矮的 不是最爱的 是吗 是啊 不过老师为了打圆场 就说黄同学是我们班最矮的 也是最爱的 原来声调对不对是这么的重要 看来我要小心一点 也引起人误会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再见